7月26日 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赵有亮因病去世 享年78岁 他生前曾拍摄了多部经典影片 包括《孽寨》 《好爸爸坏爸爸》 《血色浪漫》 《秋白之死》 《夺子战争》等 他用精湛的演技 把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栩栩如生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戏骨 他的离去我们深深不舍 也会永远怀念他 然而赵有亮去世后 中国国家话剧院发布复告 引发外界热议 因为在复告中明确告知 赵有亮是在日本东京家中逝世 也就是说赵有亮生前 已经在日本定居 复告已经发出 触动了不少网友敏感的神经 有网友质疑他不爱国 不理解他为何不在国内生活 而要去日本生活 还有不少网友说话很难听 留言说他是典型的 国内挣钱国外花 更有甚者质问他退休金 是日本发吗 还是中国人骂 眼看着大家的焦点 都放到了这个问题上 中国国家话剧院 为此更改了复告内容 将在日本东京家中 事实的内容给删掉了 这个举动 无疑是看到了大家的讨论 只不过即便如此 也没有平息外界的舆论 网友对这个问题 也是相当在意 至于赵有亮 为何要去日本定居呢 有知情人给出了答案 原来赵有亮并非是跟随孩子 去日本生活 也并非是去看病 而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是日本人 他是退休之后 跟着妻子去日本生活了 如此就能理解了 赵有亮并非不爱国 而是因为更爱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跟随妻子 去了日本生活 而在赵有亮退休之前 他的妻子也远离了家乡 跟着赵有亮在中国生活 夫妻俩都为彼此付出了很多 所以网友完全没必要 因为这个问题 就质疑赵有亮的人品 他对艺术的贡献 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赵有亮的私生活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 他生前也一直很低调 从不公开自己的妻儿 不过知情人透露 赵有亮生前结过两次婚 第一任妻子 是同为演员的王莉莉 两人育有一女 他第二任妻子 是日本女演员 小林惠美子 两人育有一子赵宇航 不过关于这两位妻子的信息 网上并没有太多 想必不是特别出名的演员 在赵有亮去世的消息传开后 娱乐圈众多明星纷纷悼念 冯远征 海清 何赛飞 应小天 张灵星 秦海露 曹可凡 李冰冰 郭涛 邓超 刘薇 郭金飞 段毅宏等纷纷发文悼念 在大家的悼文中 可以看到他深受圈内同行者的尊敬与爱戴 是一位好演员 更是一位好领导 大家都很痛心 也怀会永远怀念他 也让网友感受到赵有亮在圈内的口碑非常好 值得一提的是 在赵有亮当院长期间 他曾破格录取了段毅宏 当年段毅宏毕业后没有被择优录取 他就拿着成绩单去闯文化部 结果人没见着 就在他人生最迷茫的时候 学校老师把他推荐给赵有亮 最终赵有亮留下了他 在采访中段毅宏曾透露当年入职国家话剧院拍摄第一部话剧时实在接不开锅了 就去敲了赵有亮的门 赵有亮开门见山问他是不是没钱生活了 就让财务先给他预制了工资 对段毅宏来说 赵有亮是他人生中的贵人 改变了他这一生 在道文中段毅宏悲痛写下 惊惜人生之路贵人赵有亮院长金晨去世 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尊敬的赵老师人格魅力及艺术求真精神深深影响着我 亲爱的赵老师一路走好从这些事情中 我们了解到赵有亮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他值得大家尊敬与爱戴 所以网友不要过于纠结他在哪里去世 要去了解这个人以及他对艺术的贡献 也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个好演员